要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那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首先这个中等收入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国家统计局曾经的确的一个标准 就是绝对标准 他们也做个成算 你平均每年一个标准只加三口能 就是从十万元到五十万元 这个标准它是从世界银行来演推过来的 十万元到五十万元 那这么一切算的话三口只加 那我们有多少能呢 前几年的数据四亿能左右 四亿能左右让我们习四亿多能的话 那这个比证大概是28%多一点 不到30% 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等收入 这个群体的规模很大 是吧 四亿能规模很大 但是这个比证很低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人多 是不是啊 比证低我们不到3% 那发达国家最低的都在5%以下 高的达到6% 7%左右 街江省比出来到2025年 我们中等修路的比证能达到8% 所以未来我们就要扩大中等修路的比证 使他们能就是能行进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这么一种 早弧显的一种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结构 这样的话就是对社会的稳定是有好趣的 好看是 建议 我们下到7%的